大家好,我是乐队的夏天Click No.15的键盘手杨策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些乐队的小知识,关于键盘上面的 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说第一点就是什么是键盘 键盘这个乐器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电的钢琴,你可以这么理解 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音色 是世界上基本上人类可知的乐器 或者是常用的或者不常用的乐器在这里面都有展示 当然你可能会用的在这台罗兰AD700 就是一款十年前的琴 这里面可能有500多种音色 但是你可能会用的只有那么20种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 不同的音色在键盘上会有什么一些不同的感受吧 键盘在乐队中的功能 其实很多人觉得键盘手有点打香油 然后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其实键盘在摇滚乐队中担任着角色的确实不是那么多 可能大多数会做一些派的 会做一些since 可能派的他们会只铺一个合身 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或者一些奥根在摇滚乐 一些老洋鬼里面 当然这些就是键盘手中的比重比较重 因为摇滚乐中可能其他的东西比重会重一些 那可能是在一些更根源性的音乐键盘会比重会很强 比如在爵士乐中 或者是在RB中 他会用的 声场或者是处理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从音色来说一下键盘上可以扩展的知识 比如说钢琴 我们可能最多用的是流行音乐 比如说是一些 你可以 钢琴弹流行音乐费非常多 当然我们钢琴还可以有很多炫技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可以弹一段blues 可以弹一段比如说很慢的blues 当然就很简单 OK 我们可以先介绍下面一种音色 我们很常用在键盘手中 EP音色 这个音色它更柔软一些 大家可以听一点 它更现代一些 钢琴的是这样 它更硬 它更扎实 但是EP它会更灵动一点 当然所以在RMB中 EP这个音色是在这种音乐类型中占比很大的 你可以听到它的 在左右的摇摆 这两个很快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更关注我们的比赛 和一些我们的演出 OK 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出了更多的系列视频 会有更多更棒的人去给你演奏别的不同的乐器 欢迎大家收看Click No.15 键盘手杨测的键盘小知识课堂 我一开始学键盘就是 就是跟中国千家万的小孩都一样吧 但是我可能家里人很小就给我定下来 我需要去当个乐手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乐手 可能是一个老师 可能是一个别的 可能是一个 不是一个制约乐手 或者不是一个 但是我可能一定要去弹琴 我知道 嗯 一开始我们学琴都是学一些特别简 就是哈农 扯尔尼 是这些 因为我是学古典音乐嘛 就是从这些联系 当然可能看我这段视频 大家都可能不想学习古典音乐了 肯定都想学习流行音乐 学习更现代的音乐 那大家就可以先从 就是和声练习 大家如果有一点 基础的话 那你可以每天保持20分钟的基础练习 然后你需要去多练一下和声 比如说每一个调的 一级二级 三级四 五六七 你可以去练每一个调的五声音阶 比如说 我先拿低调 你可以去多练习一下旋律部分的东西 当然你不想去这么弹琴 这样可能更多是给演奏这种音乐的人去练习 当然你想去弹一些就简单的 你就多去练一些合声进行 比如说好听的一些合声进行 你可以去多练一些小调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练习大调的都比较多了 比如说一级啊 或者是什么 你可以去练小调 就是你可以去突破一下自己 找一些更好听的合声方式去排列 并且你需要去更多的去拔 简单手简单打师钢琴家的专辑 我觉得没有练琴没有什么洁净可怜 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就轻松的 又去能获得比别人更好的琴机 那不太可能 但是你可以去找到找留一些更好的方式 比如说当你没有琴的时候你可以去听音乐 比如说在任何地方你都不要放弃耳机 当然除了开车或者是你要去过马路 你可以稍微度一点车 但是如果你在坐地铁或者是上车火车飞机 我觉得你一定要每时每刻都带上耳机 因为那个时候你听音乐你也会在进步 当然你需要去仔细听音乐 你需要听他们的编曲 听他们的每个乐手在干什么 你可以闭上眼睛去聆听 如果你在现场你是他们的乐队成员 他们在演奏的时候 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你一开始可能没有这种画面 但是你强迫着自己去有这种画面 你会越来越清晰这种画面 并且我希望大家想要弹得更好 一定要更有感觉 我其实大家无论听音乐或者什么 一定要闭上眼睛 因为闭上眼睛会让你的空间感更大 这是肯定的 你睁着眼睛听音乐 或者是你睁着眼睛一直在练琴 你有时候闭上眼睛 放松一下 对 你可能会灵感更多 所以说 这就是一些小技巧 多听音乐 然后多去把歌 并且巴的一模一样 一定要 巴的跟他弹的东西 我基本上能保持90% 我觉得你就可以进步得非常快 这两个很快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更关注我们的比赛 和一些我们的演出 OK 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 我们这个节目出了更多的系列视频 会有更多更棒的人 去给你演奏别的不同的乐器 那一天 你能够